各位路人嘉一秉丁 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來談平面共點粒系下的物體靜平衡方程式 那這個是工程力學的簡化在簡化 左上角有一個物體質量為 M 那它現在有一個加速度向右手邊 那根據牛頓的第二運動定律 F 等 M A 我們可以化成等效的另外一個狀態 也就是它有一個 F 力向右 那我們現在已知這個物體靜平衡的狀況下 會發生什麼事呢? 首先靜平衡就是代表加速度為零 那因為 F 等於 M A 那又因為加速度為零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力量的向量也是零向量 那我們接下來引入一個 X Y 的卡式坐標系 那這個坐標系可以自由地假定 不一定是照我圖上畫的這樣 好 那我們隨意假定一個坐標系 並將起源點放在 F 力的延伸線上的任意點 然後用力的分解 也就是向量的分解 分解為 F X 和 F Y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把 F 向量 把它等於 F X 加 F Y 於是按照前一集講的 我們就可以再把這個 F 向量寫成這樣一個形式去表示 那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F 等於 0 了 所以 0 向量要等於 0 向量加 0 向量 因為 X 和 Y 軸是不同的軸 不能互相抵消 好 所以我們就再推得了 F X 它的值也是 0 F Y 的值也必須是 0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右手邊這一個圖 所謂的力系就是指著一個物體受到了各種不同的力 那如果這些力量他們彼此的延伸線都剛好交於一點 我們就稱作共點力系 那就像圖上這樣子 F 1 F 2 我們可以一直加 F 3 4 5 6 7 一直到 N 都可以隨便加 但是重點是他們的延伸線都必須通過同一個點 那這樣一個力系有一個特點就是並不會產生彎矩 也就是他們並不會讓物體發生轉動的行為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做跟左邊一樣的事情 首先第一步我們將所有的力量都沿著他們的延伸線到他們的焦點 還記得向量有一個觀念就是它力量 向量可以在延伸線上自由移動都是等效的 接下來我們就把坐標系引入 X 和 Y 然後將所有的力量都個別的去分解出他們的 X 和 Y 的分量 最後在題目給定已知物體進平衡的狀況下 那我們就可以像左邊一樣的方式 得到它所有 X 方向的分量的加總都必須要等於 0 而 Y 方向也是一樣 好 這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掰掰 掰掰